好 各位看 剛才我上傳的影片 其實我那個錄只有錄到兩秒鐘而已 但是我上傳 所以已經上傳完了 所以各位看一下 上傳完之後 你的手機如果一上傳完之後 你看上面做了一個標誌 我們把它拉下來看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我的標題叫做中山社大縮時社羽 它這邊就有一個影片以上傳成功 對不對 甚至你可以點一下 進去看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就直接用YouTube 現在在YouTube上投了喔 你看 這都在YouTube上投喔 OK 你就看到這個影片有在傳 就可以播放了 老師我關起來了會不會走 還是會 還是會傳 對 可以 所以你看 有沒有 影片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影片看到了之後 當然我這個在YouTube上好處已經轉向 它就變成全螢幕這樣 有沒有 好 我回來 來 剛才補充說明一下 剛才如果你的YouTube是第一次用 YouTube第一次用 它會要你要建一個頻道 那個頻道其實也不是什麼大 太難的事情 那對不起我這邊就沒有辦法示範了 因為我YouTube已經是常用的 我給各位口頭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是YouTube第一次用 它會 它要問你要建一個頻道 簡單的說它只是要你用一個名字 你要英文名字也可以 中文名字也可以 你取一個名字 或者沿用你原來Gmail的名字 當成你的頻道名稱 就像我們的電視台的頻道有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這都是叫頻道名稱 那它現在只是說 它要你取一個頻道名字 就是說 你是用 你要用什麼名字公告給大家說 這是我的頻道 OK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真實姓名 你可以說 趣味影片頻道也可以啊 反正就自己取一個 OK 這樣子 那基本上像我自己個人 我大多數用我自己的本名 那現在不重要了 好 影片上傳到YouTube之後 你也可以就直接看YouTube的影片 看了之後 有沒有 YouTube的影片上面 又有分享 這時候你再分享到 我舉個例子 這時候你要分享到Line給大家知道 所以呢 你就點Line 然後呢 點到我們這個中山社大的社群 確定 然後 傳送治療天使 我們來看一下它變成什麼 它不是影片喔 它是一個網址 YouTube的網址 OK 傳送 好 你看喔 如果各位收到了 收到了 你只要點這個網址就好 來看一下我可以 你點這個網址 它就直接 你就選YouTube 它就直接用YouTube開 然後呢 你看 就是把剛才的影片 再重看一次 來 重新看一次 怎麼要讀那麼久 因為對不起喔 我們這邊都是用 無線網路 都是透過我手機的 手機的無線網路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刪除啊 可以刪除 等一下再慢慢講 所以你看 我的YouTube 把網址傳給大家 大家只要點那個網址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那個影片了 所以喔 我們不一定要局限在 局限在一定要把影片傳給別人 傳到LINE裡面 傳到LINE裡面 那太大了 而且我也跟各位講一個 那個LINE的一個缺點 LINE它傳圖片 傳影片 傳聲音 都會經過所謂的壓縮 所以呢 透過LINE傳過之後 比如說你傳照片 透過LINE傳過之後 畫面就變差了 會變差 聲音也是一樣 有一次你知道 我上網抓了一個流行歌曲 然後 我只是想說 先分享給 某一個人 只是 要請他 我要跟他討論說 我們 有音樂 用這首音樂怎麼樣 傳過去 啊我傳過去 我自己也在身邊 在打開來聽 哇 慘不忍睹 那個聲音就變得 怪怪的 真的 所以 真的透過LINE 連照片都是 甚至我希望各位 我們 我這邊也口頭先提一下 我們 我們 傳 傳照片 透過LINE傳照片 有幾種方式 我建議各位 最好是用相機 拍照 用相機拍照之後 再進到LINE 再進到LINE 假設你要傳照片 假設你要傳照片 這時候再去這裡選擇照片 去選一張照片 再傳出去 喔 這樣子 那個什麼 因為你的這樣拍起來的畫質 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說 我想要傳給某個人 我就進到某個人 那個聊天 我就直接按加 然後按拍攝照片 光拍起來的畫面 本身就不好 透過LINE的照相機拍 就不會很好 OK 你從這裡拍 這個是透過LINE的相機去拍 畫質就不會比較好 就已經有點不太好了 所以建議各位 直接用相機去拍 拍完了之後 你起碼你自己留了一份 畫質最好的 然後你再傳LINE出去 給別人 但是別人當然透過LINE 收到你的照片 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OK 好 那大概主要的就講說 以後各位以後拍攝影片 想要馬上在短時間之內 分享給其他人 我就建議各位 你就把它上傳到Youtube 上傳到Youtube之後 再分享 再從Youtube觀看的地方 再分享給其他人的LINE 那別人收到的是一個網址 點那個網址 直接進到Youtube去看 OK 那這樣看的話 其實都還算比較好一點點 OK好 各位可以試一下 謝謝